我们从发展的当下和发展的态势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市场潜力大 经济韧性强的这些有利因素 有利条件也没有改变 随着各项存量政策效应继续施化 特别是增量政策出台实施 近期市场预期明显地改善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我们说的PMI 这个回升较快 股票市场也回软上涨 刚刚结束的十一假期市场消费旺盛 我们对实现全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充满了信心 我们对保持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持续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 我们对保持经济社会平稳